这不妈最爱吃的红烧肉吗 老婆 你也多吃点 最近看孩子都瘦了 我们家郑阳一直都特别会照顾人 以前小月在的时候啊 吃虾都是郑阳剥好给他胃到嘴里 小月是谁啊 哦 我忘了 你不认识 小月是郑阳的前女友 新疆姑娘 长得贼水灵 郑阳可心疼她了 平常啊 连瓶盖都要亲自帮她拧开 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人家做饭 行了嘛 快吃饭吧 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你们去哪啊 豆子要去柜家买点东西 我开车送她一趟 步行街离这儿也就两三站 打个伞 坐公交车不就去了吗 再说了 那边的路又堵又窄 别再把车给蹭了 要不你别去了吧 没事 我怕你再吹感冒了 也是啊 步行街算什么 之前小月家在新疆 三千公里呢 郑阳一个月去一次 就是为了照顾她 妈 你要十袋钱都没事 就把家里打倒打倒 我们很快回来 哟 这买的什么呀 都去步行街了 我想要给豆豆买几件换季的衣服 这不 豆豆给你买的外套 你看喜不喜欢 哟 给我买的 那还不是花你的钱 不过也是啊 这点衣服算什么呀 之前郑阳给小月买的衣服包包 那可多了去了 还是名牌 比这可值钱多了 豆豆 妈 你说你好端说这儿干嘛呀 老婆 你用这个内衣造写吧 好的 你自己的衣服怎么不自己洗呀 让我儿子洗 豆豆这两天不舒服 我帮忙洗了 是啊 我忘了 以前你也是这么给小月洗衣服的 就是人家小月没这么矫情 妈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豆豆才是我的妻子 你老提一个不相干的事干什么 我是可惜你俩没有缘分 当初感情那么好 要不是小月她爸妈不同意她远嫁 你俩早修正正果了 不过 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 豆豆才不会介意呢 是不是 豆豆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呀 谁还没点过去呀 不过妈 您这脾气可是真好 这要是一般人啊 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却不明白呀 这还不明白呀 我给您好好算笔账 您说正阳总给钱扭拨虾 这一盘虾怎么也得一百多吧 还有一个月去一次新疆的机票 怎么也得一两千 最贵的还得是这名牌包包和衣服 哎 不说别的 咱就说这一个名牌包怎么着也得好几万吧 限量版呢它就更贵了 结果怎么着 这一分手全都搭水漂了 说的好听点叫没缘分 说的难听点 那就是替别人养老婆了呗 这以后啊 我可得把我儿子教育好了 给自己老婆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 可要当那帮别人养老婆的冤大头 那我肯定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哪还有心思在这儿挖苦儿媳妇呢 您说是不是 你 正阳 这女朋友都知道买名牌包 那我这名媚称奇的老婆 明白了 咱现在就去买 妈 以后你少说两句吧 你 饭钱已经转过去了 你转错了吧 这顿饭是180 一人一半是90啊 你怎么才给我转了54 什么一人一半 我吃多少拿多少 这剩下的菜都被你打包了 我最多也就吃了十分之三 你不能这么算呀 我打包是为了不浪费 你要想要的话你也可以打包呀 我干不出那丢人的事 你要想打你就自己打 这样A制改成三七制 对咱俩都公平 你还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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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糖 家里洗发水没了 我找了半天全是空瓶 我最后居然用沐浴露洗的头 是啊 昨天我洗澡的时候就没了 你昨天知道没了 你怎么不买新的呀 上次洗发水就是我买的 这次该你买的 凭什么每次都让我买的 不是 行 肚子还疼吗 我给你买了红糖和暖宫贴 外卖马上到 你去见一下 老公 你真好 来了 你好 您的外卖 谢谢啊 等一下女士 您点的是豆腐 豆腐 撒这儿就行 啊 好了 你怎么给我点的是豆腐啊 你不总嫌我直男不关心你吗 这下对你好还要错了 你想喝红糖水想要暖宫贴 我都给你买了 你自己付点钱怎么了 你自己付点钱 爸 休息吧 终于出院了 这几天照顾我爸辛苦了 在医院花了多少钱呀 我转给你 六千 六千 医药费我已经付过了呀 住院费一天是三百 咱们就住了三天 怎么会是六千呀 还有我给你爸当护工的钱呢 现在请了护工 八小时两百 我可是二十四小时全天配户 加上这一日三餐 然后我请假三天的 务工费和全勤 还有 王涛涛 你是我爸的女婿 一个女婿半个儿 这次我爸生病 着急 我出差没法及时回来 我就让你照顾我爸三天 你见过我要护工费 那不然呢 你拿我当免费劳动力啊 你少拿女婿的身份 到得绑架我啊 道德绑架 自打我们结婚 大到水电燃气费 小到一瓶洗发水都要两个人军摊 我捧着真心和爱跟你生活 而你永远只会抱着算盘 生活不就是要精打细算吗 生活是需要精打细算 但不是你算计我 我算计你 如果结了婚还要分你的我的 那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以后我为你生孩子 你还要站在铲床前跟我清算手术费 是不是哪天我出了意外 你还要拿着计算器算一下 就我到底还值不值 你看看越扯越远了 我只是 够了 明天我会找律师帮忙 分割离婚财产 离婚 你不是想算吗 那就一次性 全给你算强 杨豆呢 这家里都乱成垃圾厂了 你还有些人在这磕瓜子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不是问我每天都在家干什么吗 我想了很久也没想起来 所以今天我就试了试 什么都没干 你疯了吧 不想过怎么说 好啊 我是不想过了 你以为你提供了钞票 就主宰了这个家吗 你以为这些琐碎的家务比赚钱容易吗 今天做饭没放盐吗 这怎么一点味儿都没有 让人怎么吃啊 我记得我放了呀 估计是刚刚 我做饭的时候 跑去给波尼换尿布 回来给忘了 我再去给你炒一盘吧 天天在家这点事都做不好 我去你回来干嘛的 杨豆豆 我都跟你说了 我这以后明天见客户要穿呢 你怎么还给我洗啊 你先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就洗 刚刚孩子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了 我还没顾上 什么 你怎么能把我闺女摔了 不是故意的 我就转成冲弄个奶粉了 孩子就要 我告诉你杨豆豆 我闺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等着离婚吧 真不知道你天天在家忙我什么呢 饭饭做不好 衣服衣服洗不好 现在我闺女的生命安全都保证不了 早知道你这样 我还不如给孩子选个保姆呢 还有 以后在家必须给我化妆 拉里拉她都成什么样子呀 你看看你的眼圈 知道的是黑眼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故意涂黑半口吓人呢 你自己看着不害怕吗 我没想到 这些年我为家庭的付出 为孩子的付出 在她眼里竟这么不值一提 也是时候收起依赖 将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了 王涛涛 你们先自问一下 你每天下班回家 第一时间吃到的饭 是谁给你做的 你每天晚上洗澡的热水 是谁给你放的 你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 是谁给你洗的 是我 可这些你都看不到 你只能看到我做饭没有放烟 我衣服洗漫了 只知道孩子头上摔了个包 是我没有看好 衣服没有运好 是我失职 我身材走样 皮肤变差 是我自己不自律 我曾经以为这些都是婚姻带给我的 是孩子带给我的 可是现在我才知道 这是你给我的 你有必要说这么极端吗 极端 家里的家务你有做过吗 孩子的尿物湿你有换过吗 你不高兴了可以拍拍屁股出去消散 甚至可以把所有的不开心的情绪都推给我 我可以吗 我每天只能被孩子被家务圈在这个几十平米的地方 凭什么最后我连受气都不能 你搞清楚 我是你明媚正娶的妻子 不是你情绪的垃圾桶 更不是你的保姆